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前面十局呢 阿尔法围棋左右互搏 自己跟自己下 有八盘是白起赢 那么直白的胜率是相当高的 那么我们来看第十一局的实战进程 还是新位 前面的对局当中 黑棋第一招也都是下了新位 小木 然后高挂 白起也挂脚 黑棋使出阿尔法的招牌动作 对这个小飞挂 阿尔法围棋很喜欢飞在这 在这个局面呢 它可能更有飞的理由 如果黑棋在这一代加工被白起飞压了 下边的价值减低的话 这个挂脚的 挂脚的效率就不是那么突出 所以它飞 在阿尔法围棋和柯杰的对局当中 白起挂脚的时候 它也采用了这一飞 这个布局呢 这招法都比较普通 但是呢 从当中也可以看出 这一飞和这个脱退 完了黑棋接住的定式 这都是在阿尔法围棋的 这个棋谱里面 经常出现 这时候它并没有去简单的拆这个 而是加工 加工更积极主动一些 拆这个的话 它也过于平淡了 白起可能在这一带拆 加工 给这个子施加压力 相对来说 这也是更宽广的一边 这边呢 由于有这个黑子的存在 这里相对来说狭窄一些 白起在这走呢 自己也不舒服 那么白起选择的是 一个中心点 走在中间 黑的 大跳 大跳 加强这三个子 白起拆一 黑的走强了之后 这步逼过来就显得比较厉害了 白起出头的话 当头一震 白的就比较苦 而黑起如果先走这个 再跳呢 白起往中间行起 黑起判断先 逼一下 并不见得便宜 所以自己 先把自己 脚跟站稳 白的呢 拆一 拆一事关根据地的一手 这地方虽然狭窄 但是呢 关系到白起的眼位 所以这步起的价值也不可小看 那黑起尖顶 尖顶进攻这个白子 如果这地方 被白起再走的话 白起 哪怕就简单地飞进来 手法 如果紧凑一点的话 白起可以这么下 尖顶 黑起肠被扳断了 黑的只有退 那么白的虎进来 这样的话 不止白起的眼位做出来了 黑起这块还受到压迫 黑起的眼位 还有所 黑起自己还要有所顾忌 所以这地方 事关双方根据地 黑的当然是要坚定 白的如果长的就太笨重 黑起又一顶 护住这个靠段又一顶 不管你是跳也好 长也好 黑起在 哪怕就这么并出去 这个白起 这两个显然很重 这边也没活干净 这两个子非常重 所以白起呢 扳一下 之后脱纤 扳一下之后脱纤 挂脚 好 这次总算是没有选择点三三 现在点三三呢 可能觉得黑起这个子 跟这一代的配合 比如说 走成这样 黑起在这一边进攻也好 或者跳起来也好 总之黑起这一代 潜力很广阔 所以白起是挂脚 有点跳 很正常 接下来挂一下之后又没走了 小飞 欣慰加小飞的手脚 在阿尔法的起谱里面 也是经常看到的 这时候的 如果是 人类起手的话呢 就是点三三飞进去 或者在这一代走 这都可以 都是可以考虑的招法 我们是判断不清楚 这几招究竟 哪一个才是 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知道在 阿尔法围棋的 这个 它的这个评分标准 就是它的胜率 它 考量胜率的这个 系统里面 这几招 胜率是不是有差别 或者说有多大的差别 黑的顶 白旗既然不走 黑旗见底 白的如果长起来的话呢 黑的在这一代 加工过来 这样白旗略微显得有点重 稍微显有点 有点置重 白旗下的呢 很灵活 点三三 那么 如果 看过 这个 阿尔法围棋 自占第二局的 观众呢 对这个点三三 应该还有影响 第二局的情况是 黑旗三连性 也是一尖顶 这一尖顶 这边还是黑子 第二局的上边的场合 是这样 这里是三连性 这边是黑子 白旗也是1.33 这盘旗同样 看来 这个 黑旗如果在小飞的话 白旗是要长的 黑旗在跳的位置 你长起来 黑旗这个跳 对白旗的压力比较大 那么跳的弱点呢 就是在这一代 不如小飞说的老 所以白旗点三三 每一步棋都是 针对对方的 棋行的一些 不足之处 来做文章 点这个 黑的当然不可能挡 挡杯一般 这太难受 挡杯叫吃不行 只有团 这黑旗已经大幅度的后退了 下一步白旗就随意了 肯定是要阻度 那么 走在这里也不像样 这个鱼型 被白旗点个三三 已经便宜了 这个子白旗就非常轻了 白的本来如果拆 黑旗虎过来 或者二路搬过去 都是非常舒服的 又厚又大的这个旗型 但是这 这杯点一下 如果再拆 你再走 这就太便了 这已经先手力 所以黑旗可以考虑的旗呢 大致就是 立下 或者斑 键在这呢 也是一种 白旗将来还有各种余力 立下来的味道 大致就是立合斑两招 如果斑的话 白旗大飞 这个在这个招法 在 第二局的时候 已经 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第二局三连性的情况 黑旗是靠 然后加死 再跳这个 不管怎么说 白旗如果能 爆死一个子的话 应该算是有所收获 而如果黑旗不这么吃 跳这个的话 白旗有这个扭断的手 扭过吃 我击打 提掉的话 被断打冲出来 粘这个的话呢 拐打 黑的提的话 白旗冲过来 把黑旗给吃进去了 黑旗只有沾这个 那么白旗这里还残留火脚 这脚吃不干净 好了 那么 可能是 不知道是不是第二盘 扳这个被大飞 吃了点苦头 第二盘是白胜 所以这盘它改进 它立在这 黑旗选择的立下 那么白旗再拆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你单拆 黑旗不管是 虎过来也好 扳过来也好 这个 白旗这撞一下 损失还是惨重 而白的点一下 黑旗再在这里走 就非常乏味 再走没意思 白旗这点便宜很大 将来依然还是有 最起码走这个 你只能跳着吃 这白的已经有收获 黑旗 煎冲一下 对于这种 欣慰加小飞的手脚 阿尔法特别喜欢 煎冲一下 你爬呢 我就当先手便宜了 然后 把这个子牢牢吃住 黑旗在这呢 这个旗形 黑旗在这呢 等于多画了一手旗 但是白旗点进去 这一下 黑旗一手旗 让白旗 这个字 实实在在的是亏损 所以也是各有所得 各有所得 之后呢 白旗 大飞 很漂亮的一手旗 加强了这两个字 同时瞄着 黑旗这四个字的薄位 黑旗这四个字没有根 还比较弱 白的向中间 向中府出头 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这一代 被黑旗攻过来的话 黑旗可能 这一代的潜力相当可观 大飞是很漂亮的 一手旗 黑的呢 总不太可能 在这跟着白旗走 走单关 黑旗脱线 走个大场 白的又一掉 掉一个 黑的如果跟着硬 那么白旗就 可以说已经先手便宜了 这两个子呢 也没有死干净 将来正要逃的话 跳出来 黑的也不好吃 黑的这还没完全围住 被白的吊到一下的话 黑旗往中间发展的潜力 受到限制 白的如果不走 黑旗将来再这么走过来 依然还是 有相当的潜力 而掉到一下 黑旗再走的话 白旗要削 它就好办多 黑的也没有跟着硬 是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飞一个 白旗飞压 因为有这两个子帮助 黑旗冲断了 白旗就敞出去 跟黑旗作战 白的判断也是不怕 黑旗旗的白旗很舒服 把黑旗压在低位 这个白的相当愉快 或者飞两下不走的也可以 黑旗很厚实的 把这个虎了 然后白旗挡下去 好 白旗这里两手旗 把黑旗这里边控破掉 那么黑旗点 点一下 问问白旗硬手 白的如果挡的话 黑的也许就脱先 将来挡下来 黑旗作战就很容易了 挡还是先手 白旗还得走 黑旗这里有眼位 白的来爬 不让黑旗 这个爬呢 是关系到双方的眼位 那么黑旗上顶 白旗飞 如果长的话 有跳段的 有被黑旗跳段的问题 飞在这 飞在这是旗行 有的斑 把这块 把这块越走越强了 这时候白旗亮了一招 靠这个 靠这个 问问黑旗硬手 黑的如果虎的话 白旗 白旗将来退一个是先手 这一虎就近活了 黑旗必须点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白旗加 长 这都是很愉快的先手力 白旗能走成这样的很舒服 将来这个长起来以后 黑的还是不太舒服 挡下来还有收器的问题 黑旗说不定还搞个收器吃 那么黑旗实战硬的是家 这靠一下白旗总是便宜的 在这也留下了一些味道 比如说长的味道 你要是接里面 当然白旗有个冲出来 黑旗的空被挖掉一块 接外面是可以杀白旗的 但是呢 这里有冲断的味道 将来没准让黑旗收器吃啊 打完冲断 让黑旗收器吃 或者是在外边 在外边白旗有很多先手 所以靠一下是 机敏的先手便宜 将来再走可能就 没有旗了 接着白旗长 铁 扳 扳头 再挤一下瘟硬手 白旗接上 如果虎在外边的话 木树小有亏损 一起断 完了之后 立这个是先手 白旗 要想味道好吃 在这的话 木树还是亏了一些 如果不在这边呢 黑旗这边靠过来 还有借用 白旗 接在里面 那么黑旗靠下来 挤一下先手便宜了一点 如果白的斑的话呢 黑旗就这一扭断 白旗不能乱来 这有 比如说这样的话 被黑的 这一包打 打穿 所以正常只能吃这个 那么黑旗上边一打 再一尝 黑旗就把 一手旗把自己下后 旗行也很完整 很漂亮 白的没有在下边走 是挺过来 把中斧子加强 黑旗虎一下 白旗立下 也就是说白旗判断 如果在下边走的话 差不多就等于白旗拐了一下 这个拐呢 可能有帮黑旗 帮黑旗走强的一位 它将来可能是要从这点 还要 还要瞄着 要进攻你 黑的虎白旗立 黑旗跳起 跳起来 跳起来也是有相当价值的一步 中斧如果让白旗走过来 尖冲或者在这一带走过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中斧 白旗还是有一定潜力的 所以黑的跳起 这样的话下一步 在这一带黑旗有先手 那中斧一带白旗就没什么 相反跳起来还瞄着这个断点 点次 黑的如果沾 那白旗当然先手便宜一下 下一步再怎么走呢 也许就这么硬贴过来 也是有可能的 白旗就等于 护这个断点 它不太可能去 这么对黑旗毫无压力的补一个 这样的旗 阿尔法尾旗是不愿意下的 它总要给黑旗一点压力 顺带就 很自然的就要把这个断点补好 那么黑旗压出 走强这块旗依然强调要断 白的夹 黑旗下得很紧凑 扳一下 白旗拐 然后断 招法是很紧凑的 如果这么平淡的跳出去 落一个后手的话 那白旗可能 中复再走一手 白的就不太怕 黑旗断 斑 然后 断掉 跳式起行 黑旗挺头 刺一下 然后 跳这个 跳在这儿呢 白旗应该是觉得 对黑旗这两个子压力不足 下一步你要再走 可能也只能什么 肩过来之类的 对这两个子压力不足 而在这力度就不一样了 这扣过来 但这地方呢 有一个冲断的缺陷 现在黑旗当然不能冲断 现在冲断被白旗顺手一打再一段 黑旗整个就卷进去 被卷进去了 但是呢 黑旗可以为这个冲断 做一点准备活动 斑 斑是很紧凑的下法 这个白旗也 可以说也没有多少退路 如果你下边斑 黑的就沾上 这白旗也不能挺出去 挺出去这被冲 这就坏了 还得走回来的话 那这个白旗都缩在里面 被黑旗搬了也很痛苦 这里冲断 黑旗也可以冲 也不能脱线 脱线被直接冲下来 死掉了 所以黑的这一搬是相当紧凑的 如果是这种退的话 就非常乏力 白旗刚好跳一跳 顺便把这个断点就给补上 还是先手 连半 白的别无退路 只能吃掉 吃掉 那么黑旗这两个子 当然也不是白送 中服有很多先手 黑的可以冲过来 把白旗这两个子给冲死 这两子是旗筋 黑旗是显然很有收获 吃掉两个旗筋 然后把自己这块旗也走后 不过黑旗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这断了两下实地亏损蛮严重的 白旗这时候一断 这一断实际掌握得不错 将来如果 如果将来 黑旗补了的话 你再来断 黑旗肯定是拐吃 这地方什么都没有 黑旗就吃住就行 而现在没有这个子你不能拐吃 背一长 这俩死了 只能吃在这 吃在这呢 白旗就留下一些余味 比如说下边的关子 白的走这个是先手 这里要跑 那么白的多一个度过 多一个度过的手段 或者比方说 走在这也行 你提我度过 你走这个的话我要跑 上边呢 有个滚包 滚包完白旗可以尝一气 那么 这两个子虽然是死的 但是多个滚包的味道的话 将来在这边 黑旗 估计会更多一些 所以断一个适应手 是好时机 黑旗只能吃掉 白旗先手便宜一下 先手便宜一下 之后 再做打算 小剑 小剑 小剑当然是非常大的一手 小剑脚上的木树 木树就很可观 而且呢 进攻这黑旗 这几个字 也是木树 就是占到了木树 加上根据地 后包和木树都有关系 那么 黑的 Boss Boss也不小 这地方白旗走 白旗就简单 藏出来 黑的这个字 不好跑的话 白的这也增加不少木树 Boss之后 还瞄着白旗这三个字 有点包 白旗的虎 这黑旗必须补 刚才白旗不能挡 是因为黑旗这里 有各种各样的先手 现在白旗补掉了 黑的也得补一手 之后呢 藏 白旗要是急于进攻这块 一时也找不到好的办法 如果从上边走 黑旗爬一爬 挤一挤 在这里也是有眼心 中复再做一个眼不成问题 白旗藏 藏呢 就下一手瞄着 我要藏出来 把这个冲掉 在现在这个局面 这一手棋也是相当大 一下卷掉黑旗十几目 拐一下 跳是本心 挡的话这有断 有加进去 不干净 跳走得干净 黑旗补上 现在再长就没有问题 冲不过来了 现在黑旗沾上也好 顶住也好 都行 但是白旗还是要追究这里的味道 继续骚扰 黑旗当然挡上 挡 从上边进攻呢 白旗可能会很落空 什么都攻不到 被黑旗反到 反到可能被黑旗顺手 把关子给掀手就收掉 黑旗爬一下 已经目数便宜不少 然后坐活这块 也不是什么难事 简单的拐一个就行 这一吃已经活了 你要是走的话 它就出来 所以白旗是先把目数 牢牢地占住 让黑旗去中间 价值小的地方走 中复黑旗要想 要想在这违控的话 是不容易的 这一档呢 实实在在 已经不少目 好 然后白旗扳 这一扳 黑的局部呢 局部不太好走 这个当然有问题 这被白旗挖持 这要出事情 不提的话 被粘上 要出事情 粘住的话呢 显然白旗靠一扳 先手便宜 这白旗很舒服 虎在这儿呢 虎在这儿也有它的问题 白旗就挡住 这里有吃完断的 这个 这种味道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这地方 白旗是可以断开黑旗的 断开了之后 脚上 脚上黑旗 有点问题 比方说 这个对白旗都没什么 应该说对白旗都没有多大影响 白旗比如冲这个 断打 这两个字是无所谓的 而脚上 脚上马上要出事情 这样黑的 黑旗这三个字死掉了 所以白得一靠一扳 它没完没了 点个三三 你以为 跳一个把它吃进 它还来靠 骚扰一下 靠完 外边靠了斑 这个地方 吃两个字的话 白旗这一段 它总是不停的 要在自己的死子上面 在死子上做文章 这个 就是说 尽量它要利用 利用每一个 能利用的字 好的 那么我们看 黑旗这里不好走了 黑旗不好走了 黑旗 尝过一下 拖鲜 走不好的地方 不走了 拖鲜 顶 白的挖车 黑的打车 白的提掉 黑旗接住 白的这一手旗 虽然落了后手 但是呢 也有收获 极端的情况下 白旗如果接菜有利的话 打了一耙 是可以打接 吃黑旗这两个子 先手提一子 之后呢 挡住 这个当然要挡住 可以的搬过来 黑旗 黑旗 中间 飞了这一手 它要求在中间 要围点空 那么白旗 反刺 白旗反刺 要把黑旗 中间的 中间的潜力 给破掉 打吃一下 飞 这道虎 这被藏过来的话 相当不舒服 黑旗得单关联络 然后呢 这一带还有断点 有薄位 虎一个是非常厚实 虎一个 好 那么 这样的话 基本上 大家该安定的棋 都也全部安定 下面呢 就 应该是要比平关子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盘棋 并没有发生什么 大规模的 激烈的战斗 就是在 在一些细节上 可以 双方在比拼功力 这个是 也是另外一种味道的棋 我们看看 阿华狗的 这个 这种大规模 战斗 作战的能力 在前面 十局当中 有好几盘 已经给我们 就是展示过 但是这种比拼 双方比拼 功力的这种 慢慢下的这种棋 我们来看看 他 他 也是 掌握的相当不错 比如说 白棋在右上角 这一带的下发 他这个 对于自己的 这两个死子 他能充分的利用 这死子的余味 还有这个 断一下 也是 时机相当的 把握的相当恰当 那么 黑的弧 把自己下后 那白棋也等于 先手把黑棋中复的 潜力限制了一下 先手把黑棋中复 潜力限制住 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 这后半盘 双方是 怎么样来收官的 白棋把这个吃掉 吃掉 没输不下 这地方 黑棋冲下来的话 也许先打吃一下 再冲下来的话 白棋还得在这 再坐眼 那么这个 将来斑 在这边 可能还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木树是相当大 叫吃 吃下这一子 黑棋往中间靠 中复也是有一定价值 白棋如果走过来的话 隐隐约约 中复是要围出一定木树来的 而且这地方有断的味道 白棋这里有四口棋 这一段的话 将来 黑棋总是还欠着一些东西 所以黑棋靠 要把这个味道补干净 同时呢 压迫 压迫白棋 解消白棋中复的潜力 贴 白的如果是接上 那黑棋已经先手便宜了 下一步拐也好 或者拖先占其他 大的地方也好 这黑的总好 贴 还是要求在中复围一点 那么 它的弱点是断 半头 白棋吃两个子呢 黑的也无所谓 两个子就挤木齐 黑棋挺过头来 这对这一代豪宝影响 是蛮大的 所以白的斑 连斑 退 运气拐 把一切贴过去 打车 下一步要断打 吃白棋三子 那么白棋 半 瞄着黑棋这里有一点点薄味 要求先手便宜 搬在这儿 黑棋如果什么退一个之类的 白棋就先手利用一下 就拖先了 那么黑棋是在这里打了一下 先就打了一下 现在接上 贴 彻底把这个味道补干净 如果不走的话 这地方白棋是连斑的手段 断打 然后滚包 贴这个 有这种 当然现在呢 现在黑棋有这个吃 暂时不怕 但是呢 但这地方总还是有它的问题 黑棋一步棋 把这味道补干净 或者补干净 否则的话 白的这里 总是哪怕 单断 单断 这总是有冲断 总是有断开黑棋的手段 贴这个 来的打持 要求黑棋在这单关联络 而且还不太好连 走这个的话有冲断 黑棋往这条路贴 白棋虎 黑棋往这连的价值太低了 比方说你顶一个 这里还有斑断的这种 一点点可能性 本身就已经走了个单关 黑棋希望走得积极一点 也给白棋制造一定的压力 压完从这边靠过来 白棋把中斧补一手 避免黑棋这个子的暴动 脚趾 从这边连给白棋 总是比单关价值要大 把这三子连回 这个呢 至少六目 而且跟厚薄和将来的味道 将来白棋贴一贴 和将来一些鱼粒都有关系 所以价值还是不小的 黑棋搬这个 我们刚才说了 白棋这一加就度过 黑棋这一半 价值也不小 搬了之后 这一飞白的要死 白的当然要扩大眼位 这块白的死活是不成问题的 黑棋这样收呢 可以把白棋的木树收到最小 把白棋木树收回去 挡住 白的呢 做活 坐眼 这地方不作眼的也能火 但是会被搜刮的非常的惨 坐眼 你收一个木树也是挺大的 这这这这 不作眼的话 它一跑 再一打 就 就这个 吃掉 一跑再一打 再一立 死了 如果这样做眼的话呢 这样做眼的话呢 又伤到这边的木树 伤到这边的棺子 所以 白的单做这个 还得刺 整块白棋呢 眼位还是 还是需要注意一下 白的如果粘呢 黑棋当然刺一下 先手便宜 白棋顺便把这两个粘回来 你的拐 挡住 拌 就如果走这个 被黑棋断 这样的话 这样反而就不好办 你如果提黑棋吃五子 这一手把五子吃掉 走那个的话 黑棋把这个连起来 连的话这也打吃 这就出大事情 所以白棋走的是顶吃 顶吃的话呢 黑的 黑的也不能连 因为这里有断吃 爬死 但黑棋挖打 白棋接不上 贴这个 黑的提掉 气藏出来了 这个断打 黑棋就不怕 白的提 黑棋连回来 这块还是需要作业 当然白棋活棋 还是没问题的 白棋尝试先手 当初尝过一下 这一段的话 黑棋气不够 煎完之后 白棋马上就尝 白棋在之前尝过 冲 顶上 尖 一边收关子 一边 一边威胁白棋的眼味 白的能吃掉 黑棋小尖 这两间 关子收获不小 接一下 白棋作眼 这个黑棋是比较愉快的 黑棋走着大关子 让逼白棋去走 这种价值很小的棋 去作眼 断 白在这儿不走的话 没有眼 黑棋打在一键 没有眼 跳这个 几吃 木树呢 当然是立下来好 但是立下来将来做不出眼 提的话保留这个作眼 先加一下 挡住 可以的把自己连上 打吃 黑棋 打吃一下 白棋七袋 把黑棋打回去 先手便宜一点 关子 这地方 黑棋在挡之前 挡这个之前 黑棋先粘了一下 先手把这个收了 那么现在 黑的是点这个找机 本身这地方呢 是白棋快 快一气 如果即使把结销了 白的也是快一气 可以杀黑棋 但是呢 这个爬过木树相当大 爬过木树相当大 所以白棋不愿意 不愿意把这个木树损失 但是印了这个结 黑棋提回 中复中间做眼 一起冲进来 边破眼边收关 白棋顶住 把中复的眼坐上 一起把这个眼破掉 实际上这棋形成了一个打击杀 形成一个打击杀 白棋因为木树上 可能压力 木树上压力比较大 所以它如果直接坐这眼的话 是可以活的 想先打一下 木树上便宜一点 因为走这个 如果被黑棋搜刮 挤完打吃 这个你要是要坐眼 还得粘 那就木树 木树挺损的 所以它想先打一下 黑棋顶住 摆着提 冲 提掉 扩大眼位 这时候黑棋冷静 站一步 这是一种 怎么说呢 非常简明的下方 就是说这地方 我站一个 先问问你是走哪 从木树的角度来说 白棋团这个要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 结材会多一些 黑棋在这断 留下一些结材 那么黑的 利用这些结材 可能要选择 打结杀白棋中府 白棋实战是退一个 退一个之后 黑棋就非常简明的收兵了 黑的把这个给沾上 简明收兵 从这不沾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棋形式 显然是黑棋好 这种黑棋 黑棋的负担很轻的结 它也不跟白棋打 简单沾上 让你做活 那么黑棋的态度 就是说 宣告这棋 我收收关就可以赢了 充一下 扳机 把它扳着 翻这个的价值跟断打 翻这个并不见得大 但是 黑棋断打 可能白棋有作洁的可能性 多一点点电话 可以去断车 藏进来 这是扳这个的后续手段 它又挤完了之后 吃掉这颗子 吃掉这个以后 这里也不需要再补齐了 所以长一个也是很大的 长 那么 黑棋打吃一下 黑棋打吃 白的 先手挖打 这个先手三木 走掉 以防黑棋利收 然后挤上边 接住 扳一下 这当然要挡住 再扳这个 这地方呢 白棋不能点 点的话 黑棋接上了之后 一路打 白棋整块 没活 吃掉这个子 这里长三木 这里还长一木 而且 就这边也有所增长 免得将来被黑棋 粘住之后 先手挤 这块可能 说不定会收到 只有三木 所以吃这个也相当大 打吃 虎 黑的虎一个收惯呢 很正常 这是先手 白棋不走的话 这一路一打 白的就只能跟黑棋打结火 那显然不行 下一步 白棋这个 关子手段 是蛮精彩的 普通的想法呢 是挡在这 但是如果挡的话 黑棋力 又是先手 这依然要一路打吃 你还得再挡 那么黑棋 这里还可以再打一下 黑棋等于 扳力都先手走到了 还能打到这个 这黑棋 该收的关 都收着了 白棋下一步很有意思 它夹在这里 夹在这 如果黑棋冲 当然是可以吃掉 白棋一颗子 但是呢 就细算一下 这个木数的话 黑棋这里是三木棋 而刚才先手力道呢 这里已经两木棋了 所以黑棋只是多了一木 而白棋这三木 刚才是四木 白棋少了一木 但是呢这地方 这地方是白棋冲的 而刚才是黑子 所以这地方白棋又 转回来一木 所以实际上 即使这个子被黑棋这样吃掉 那么 黑的 等于也就是 比刚才多了一木棋而已 但黑棋是后手 黑棋是后手 这一点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黑棋 如果不落这个后手 将来被白棋打到一下的话 那么等于黑棋先手力 就转而变成白棋先手打 所以这一家是很巧妙的关子 黑棋如果吃这个呢 白棋就顶吃 跟黑棋贴完吃掉的状况是一样 不要随手打 随手一挡 被黑棋一力 黑棋这已经售出两木棋来了 这样 可以说是一个 小小的关子妙手 那黑棋 但是这个妙手呢 改变不了局势 黑棋稳稳地把这个提掉 黑棋依然保持着优势 先说解 扳这个也相当大 白棋 黑棋把这个给扳 至少有四木的价值 至少是有四木棋的价值 白棋 这边有一大 自己先沾一个 然后再弯 白的提 冲两下都是先手 否则白棋死活有问题了 然后把这个接住 把这个沾上 这个沾上之后 基本上这关子就没有什么 没剩下什么大关子 剩下一木两木 线索打尺 挤 这白棋得补一个 要不然要不然有点进去 有点进去的问题 沾上 叫吃 提掉 挡住 那么接下来的关子的话呢 不会对局势产生什么影响了 接下来都是密收一幕 或者后收两木之类的关子 最终这盘棋呢 是黑棋取得了胜利 最终这盘棋 黑棋是取得了胜利 那么这个过程是双方比评功力 还是有很多精彩的招法 好 那么这盘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